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13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最近發生了一種很離奇的事件 甚至可以說 是中共 立國以來 從未發生過的 這是一個 一個中親 一個家族 總共有6萬多人 公開對抗政府的行為 大家都知道 中共打土豪分田地 將整個農村 鄉新的階級全部打散 以前在農村裏面有頭有面的鄉新 全部被他打倒 全部被他斬頭 全部被他槍斃 變成 黨組織控制 大隊控制農村 現在 我們基本上見不到一個有效的組織 甚至乎一些 可以跟政府抗衡的力量 但是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 完完全全打破了這個局面 這個 發生在溫州的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 皇室中親的一個祠堂 因為 市政府看中了這塊地 他說有開發商 即是發展商 想看中這塊地 所以就強測 強測 藉口就是說他們 違法加建 結果 幾萬個皇室鄉親就進行抗爭 最離奇的 不是他們的抗爭行為 而是他們竟然 要求所有藍丁 抽生死簽 幹甚麼 把開發商 以及 他們後面的後台 這件事 說出來真的令人 匪夷所思 大家有看過旺角卡門 那個經常做的謎因圖 張學友說 你厭屎吧 他對著 萬子良說的 你厭屎吧 那部影片 張學友就是抽生死醜 因為他沒有錢花 要賺錢一個 當時他們幫會要殺的人 結果有30萬安家費 張學友就說要做 就收了這筆30萬安家費 所以他就是串 萬子良 香港的黑社會有抽生死醜 去執行一些任務 基本上是必死任務 所以有安家費 而這件事 亦都一樣有安家費 他們 承諾 誰抽到生死醜 只要你去做 之後的任何法律責任 你家人 全部 由王氏中親養下來 這個 真的是公然 跟中共政權作對的一個 突破 所以這個要跟大家分享 地方 就是 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 一座王氏鍾池 因為法治需要強拆 推土機去到門口 村民 激烈的反抗 敲鑼敲鼓 全部駐紮在宗池門口 和一些執法人員對峙 因為這個很大錯 事犯8月3日 溫州市蒼南縣的寧溪鎮 散門頭村 王氏鍾池出現了兩台挖掘機 以及很多執法人員 當地政府要強行 執行法院的判決 拆除這座佔地 面積2138平方米 即是兩萬多呎 建築面積3515平方米 有三萬多呎佔地 即是兩層高 這個舉動 令村民激烈的反抗 村民認為 這座宗池是他們祭祀祖先 圍傳承傳家鋒 認聚俗情的重要場所 也是他們的身份和文化傳承的象徵 不可以被人拆 也不滿意政府 的補償方案 所以他們紛紛到了宗池門口 敲鑼打鼓 跟執法人員對峙 網友把現場的短片拍下來 放在社交媒體 這座為甚麼會建立呢 其實他 這個宗池 不是一座歷史建築 也不是古建築 而是16年重新建的 原來在12年之前 這個蒼藍完成 這個新區的工程需要 本身位於 玉蒼路中間有百多年歷史 有800多平方米的 王氏宗池 被政府拆了 政府跟王氏簽了這個拆遷補償 約定重新建的宗池 戰地面積不超過原建築 控制在415平方米以內 但是 在重建的過程 王氏宗池 這個宗池 就違反了協議 大幅加建 大幅大了很多 剛才說到 政府說 你總共面積是800多米 即是8千多呎 兩層 地皮可能是4千多呎 他就多了5倍 而且 多次政府警告 罰錢 通知 他們也不理 所以 政府就向法院提出訴訟 經過很多輪的訴訟 猜拳猜了很久 亦有調解 最終法院維持了政府的判決 裁定要強制執行 但是由於這個王氏勢力也很大 整個總共的族群有6萬多人 政府沒有辦法執行法院裁決 直到今年8月 才動手 事件另外也有其他原因 因為 表面上來看 就是違法建築令到擦千糾紛 涉及到政府和民眾之間權益 利益衝突 但是深層次 就是一個宗族文化和城市發展的矛盾 不僅如此 也在中國 重新營造一個鄉民 或者 其實這是屬於農村的那種 像是 像是香港的新界佬 重新在中國形成一個 祠堂 形成一個 家族 和政府的對抗 這個是 共產黨入主中國之後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因為以往的 家族全部被他們屠殺了 好了 但是 現在中國 告訴大家 經常跟你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又跟你說甚麼文化 跟你說要傳承 人家 現在就聽了你講 人家已經凝聚到了 一個皇室家族已經凝聚到了幾萬人了 他們全部 都是 根據你們所說的價值觀 現在我們要維護我們的祖宗法制 維護我們的家族利益 你想來撐我們 我們跟你拼命 所以 才出現到 抽生死丑 他們說明是要把發展商的老闆 以及在他背後的力量 因為在中達地 後面一定有政府的人就為他撐腰 他說 不論那個 後台是誰 抽到生死丑的人也要把他殺死 殺不了就有下一個 直至殺到為止 這件事 真的是 完完全全是香港的黑社會 其實 任何的中國的組織都是黑社會來的 只是那個形式不同 很多文章分析說這是一個 城市的發展需求 完完全全是那些小事來的 其實你當時 拆得人家 改建搬來 現在又要拆人家 又要改建 實際上你就要付錢 那個地方 主要當然是牽涉到地產的文化 地產的利益 本身賣給你那塊地 應該是幾千呎的 批准你現在多了兩萬多呎 也是兩萬多呎 可以多蓋多少地 現在的溫州 現在的樓是不是真的那麼好賣呢 當然這個 當你 任何的利益拆到別人的池塘 除非你 保足錢 在新的地方蓋過更加大的 或者跟他允許他 但是 當 大家知道共產黨要做事 他就不擇手段 他發展商看中了背後的利益 就說你這裏不適合 然後就說他偷偷地把一樓改建為商鋪 改成商場 有一個樓面 多出來的就是做生意 賺錢 這件事 你可以跟他罰錢 跟他談 人家以一個 宗廟 形式去發展的時候 面對那個 反抗勢力很大 這件事 兩邊就紮了馬 未知會不會最終出道軍隊 出道軍隊 而這邊的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此生得鬼推磨 是不是真的 可以做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呢 因為他們說 這次是把所有藍丁召集在這裏 總之 抽到死丑的就要去動手 大家也知道 普通人你沒有專業知識的嘛 你不是殺手來的嘛 你不是僱傭兵嘛 你不是華格納 也不是法國僱傭兵 所以 究竟能不能做得成 真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 他們說到可以給那麼大筆錢 有錢使得鬼推磨 很多人肯制 用外力做 肯給錢的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 一個家族跟政府的那種衝突 那種直接對壘 以往 從來 沒有試過 是這樣子對壘 雖然這次他們主要針對的 就是這個發展商 但是其實就是背後的政府勢力 你發展商怎麼可以如取如愧呢 你收得他的錢 幫他做打手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收我錢 幫我做打手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意思嘛 你是6萬多人的家族 我不相信他的力量不讓他發展商鬥 既然 你殺了發展商 背後的利益呢 後面的那個後台 不用管呢 當然要殺了 你如果不殺他的後台 你一定會死的 所以呢 這件事我覺得 是很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看得多了 秋生死丑 在大陸也出現 而且 還是 挑戰政府 密切注意這件事的發展 我們 這節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現在主頻道和後面頻道都沒有廣告收入 也不能買廣告 就算連會員也不能加入 因為他停了我們的盈利功能 所以什麼都不行 只能夠得到Patreon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 請問到心中 請請請 請請請